作为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学习是第十规景的部分 景圣 为宝家之本 这个传统文化 学习者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们说以祖宗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合之主人 因为我们都是祖先的血脉 都是阎皇子孙 所以我们不能欺负任何人 不然阎帝皇帝就很难过了 那也不能欺负 不同空间维持的众生 为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菩萨的心肝宝贝 诸佛菩萨 同体大悲 我们伤了众生 就伤了佛菩萨的心 我们从这一句 兄道有地道功 兄弟目笑在中 把它延伸开来 爱敬一切人 爱敬一切众生 那我们一起走这一条 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路 那学是觉的意思 学者觉也 觉表现在哪呢 觉表现在 不是糊里糊涂做事的 不是祸悉你的 不是感情意气用事的 经一试 长一试 这个是绝了 假如我们感觉 好像同样的错误 一再发生 那我们就不是在学的状态 很可能是在 这个孟子说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那我们同样的错一直出现 那这个是 违背我们的本心 等于是放纵了 习气 那个错误才会一再出现 那 不打迷腹仗 我们说前世不忘 后世之思 因为上一次 也有跟大家 探讨到 我们不总结清楚 走过的路 我们很可能会好心 犯了坏事的 我们举着 知智通见的一句话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那我们 冷静下来 看看 这二十年左右 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成年人 有没有比较快乐 因为传统文化是教我们 随顺信德 老祖宗是通达人性 随顺信德 越学越快乐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越学越快乐 看看跟着我们的孩子跟学生 他们学传统文化是开发性格 那他们应该会越学越快乐 才对了 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所接触到 二十几岁 十几岁 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快乐的比例 不是太够 假如我们没有总结 问题出在哪 那我们又稀里糊里 可能又造成一些孩子 学传统文化的不快乐了 甚至像成德这一次 参与这个 我们在马来西亚办大专营 来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发心弘扬传统文化 也在团队里面 那他写来的问题说到了 我在传统文化几年 怎么感觉 领导者都没有落实太阳感应篇 没有落实地质规 反而是厨房帮忙的 基层的人 他们有在落实太阳感应篇地质规 那这个年轻人问着这个问题 值不值得我们反思 他是个出发性的年轻人 为什么他到团体里面 造成他这么大的困惑 那当然我们也要安抚他的心 那毕竟 我们这两代人 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 先让他能理解这些现象 那这个部分 这个问题 承德再发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这个一开 可能三五分钟开不完 就是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 不能一直做事 而没有总结走过来的路 甚至都应该总结昨天 或者今天晚上 总结今天的情况 我们要学真子 言止真子 这是我们学传统话的榜样 真子无日三行无身 言止 不迁怒 不恶故 我们从事教育 冷静下来都能感觉 只要用情绪 都没有好效果了 这个迁怒 可不是 跟假同学生气 就不能跟乙同学生气 没有这么粗 那个是 有个情绪的念头起来了 这个念头马上止住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不只是说 对假生气 不对乙生气 那个是客气 客念的功夫 这个我们要学习 言止 其实 我们每天跟学生互动 关心为要 修身为本 因为学生是我们的一报 随着我们正报转 我只要动了情绪 说能把它教好 那这个是无有是处 不可能 而且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用两缸八目来分析 当老师属于格物自知 诚意正清 修身齐家 治果平天下 这个身份属于八目的哪一个位置 老师教下一代 不是自己的而已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下一代在我们手上 师哉师哉 童子之命也 和杨雄说的 那我们假如 把它界定在 它是利益社会在治果 但它要建立在什么基础 格志成正 修齐的基础上 一个老师每天跟先生吵架 然后一进校门 温良恭敬让 主委忍者 你相信吗 我很不可能 一个人有可能 上台前跟上台后 是两个样子 一个人平常脾气大 说上了台之后 从不慢 我不相信 他一定有忍不住的时候了 他平常就挖苦 讽刺别人 上台从不挖苦 不可能 他讲着讲得得意了 可能就 忍不住就流出来了 所以大学有一句话很重要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 都要以修身为本 不然 佛法提醒我们 修行的功夫 是放下 佛法种食指 修行不是文念的 一千万身佛号 我读了 一万部经 诸位 忍者 假如今天有人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无量书经 念了两万遍 诸位同学 这个不好意思 你看我的执着产生了 我刚跟小朋友 跟大专生上完课 你看我一开口 就是诸位同学 动不动就直走 走在前面的音源 你看就嘴巴 还没转过来 当我们告诉别人 我念了两万遍 真正念两万遍的人 他假如有反观 他会思考自己落实了多少 因为这些经文 他很熟 他假如有起观照 他绝对不可能去标靶 他念了多少 他有可能会越念越惭愧 赶紧要去把它落实 我们认知到佛法 重实质 不重形式 实质就是 调伏了多少邪气 放下了多少 分别之主 妄想我们 应该达不到 除非是像六祖大师那种 根性 老而上教导我们 放下妄想 到极乐世界再办 我们现在 四红寺院 前面两院 众生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境寺院断 到了极乐世界再完成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我们冷静观照一下 我们现在光是 一个净土宗 经论的深入 比方说 净土宗一定要落实三福 韦迪西夫人 发愿求生 极乐世界 因为他选择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我先提醒他 三世诸佛 敬业正应 那我们就得要 最起码人天福啊 我们要下功夫了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这三部经都是提升 我们的善根福德 所以 我们的重点要放在 放下 分别执着上 那比方 这个执着啊 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就可能产生 执着点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个体会 就像刚刚 我一开口 一开口就执着在 这一段时间上个课了 频道没有一下转过来 所以金刚经这一句 因无所助 比方我们有没有常常起念头 我是你妈 这个有没有住在妈妈的角色上 我是领导 我是领导 有没有住在领导 我是老师 这个四大烦恼长香水 我们一住在一个像上 一个角色上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 要求的心态 不自知了 或者高下见了 就在住在这个像上 就产生了 一个名称 都能产生执着 像我们十几年前半班 我们都写 种子教师培训 后来不敢写了 为什么呢 来参加课程的人 他来就是一个心态 我是来做老师的 他就会住那个像 所以一直成病 有一个执着点 我是来做老师的 那他的心就不是处于 亲近的状态 受教的状态 这个一直成病 太重要了 我也是被 群书之药的一句话 敲了一半 群书之药中 跟物本有关的句子最多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诸位忍者 我看大家的年纪 跟我差异不是太大 我复习一下 我们的共通语言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读过 见太宗实诗书 有吧 有读过吧 好像是高中的时候读的 大家 这些文章很重要 孔子说 不学诗无语言 为什么要学诗才会讲话 因为诗 他里面写作的精神 叫负比心 你有学到 讲话懂得 陈述清楚 懂得用辟语的 懂得 心就是延伸出 从这个义理 延伸到其他的义理 让人家听起来 挺津津有味的 这种手法 我们看这篇文章 开头就讲 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这比喻 用大字来 让我们来体会 人生的道理 欲留之源者 这个河流要留得长远 必俊其泉源 那个源头活水 充沛的 不能堵住了 接下来才是他要讲的话 施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这是魏征开头的三句话 都讲根本 施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得者本也 财者莫也 其实我们现在 要教传统文化 一定是先教育我们自己的 首先我们知识性的学习 有没有转成领悟了 不然我们还是在灌输给学生 既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这是理系学习一句 很重要的话 你不用启发的方法 会把学生的悟性堵住了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大家冷静观察一下 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悟性高不高 我现在观察下来 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悟性不高 甚至赌注的比例不少 因为父母跟老师 都用灌输的 甚至严重一点 用命令的 命令式的 比较强势的 甚至用权威式的 这些方式 都会让孩子的悟性堵住 所以我们 我们想要给孩子什么 我们首先 自己要先下到这个功夫 今天我要教孩子 我自己笑道 做得怎么样 因为色受众生 不是在口才 在真诚 我们自己 笑道都不做 讲那个话 自己心里都 没底 都虚虚的了 我们能够侃侃而谈 那首先我们要 自己去做了 我们今天看事物 都能看根本 不看织末 我们才能教育孩子 看事情怎么 入目三分 不会看表面 先觉 觉后觉 铁定是我们要 先觉 先要深教 但是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学了 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 我们有没有重视 自我的提升 我觉得超过一半 但是盯着孩子 盯着学生 并不是重视 我们自己得行 智慧的提升 现在孩子教出来 效果不好 我们得把原因找到 不然这些情况 不止不会改善 有可能会更严重 我们不能用侥幸的心态 我在这里也要忏悔 我觉得我有用侥幸的心态 什么侥幸呢 我以前觉得 这种灌输的方式 反正他也是讲传统文化 我也觉得不是很妥 我也不习惯那种方式 因为我父母就不是用这个方式 对待我 但我 没有觉得 结果那么严重 后来随着 参与的时间久了 我们看到 一二十岁的孩子的 悟性 有障碍 这个不能不强调 而且要高度强调 理计学计这三句话 太关键了 导额 伏谦 引导 寻寻上流 不是谦 谦是硬拉他 亚苗助长 也不是硬冠 不是亚苗助长 不是这种命令式的 权威式的 这样的方式 遇到善良的孩子 这个孩子非常可怜 因为他善良 他不怀疑父母老实不对 那他又觉得怪怪的 他就会自责 我是最近 都认识好多年的孩子 慢慢出现问题 甚至于闷闷闷 有忧郁的倾向 我说 哎呦 这个不得不高度来重视 抢而服役 抢是鼓励 不要否定 不要有那种 侮辱他人格的言语 出来 其实啊 我们学圣教啊 老婆上说 种词法 是爱尽存心 我们真的有尊重人啊 归过于私事 不会在人群当中啊 去批判学生 甚至是同仁 你当领导的人 你也不能在孩子面前 去批判老师啊 这个都是 很不妥当的 你 这个脾气没有忍住了 那这个团体的相信力啊 就 很难提升了 人心就离善了 因为你不忠重他 因为你不忠重他 所以团体的凝聚力 来自爱人敬人嘛 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嘛 刚刚跟大家探讨 我们走过的路 今天 我晚上反思 今天有没有说错的话 做错的事 起过的 恶念 邪念 反思啊 再来 我们 做领导者 我们不要想着 多办一些课程 那团体就会好了 多办课程是 是研教啊 这也不是物本啊 深教在前 研教在后 我们做领导者 有没有很真实的 在用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团体 这个职工 义工 流动率 大不大 我觉得 这个马来西亚 每一年 每两年一次 全国 尽忠联谊会 我感觉这个联谊会 就是一把具体的事情 提出来探讨 你不把这些具体的事情 提出来探讨 没有办法改善 没有办法改善 大家不探讨出原因在哪 那不是还是继续发生吗 一个传统文化佛教的单位 流动力 流动力大 流动力大的话 那请问离开的人 还有信心吗 我接触过 离开的人 他要再到一个姻缘去 他的内心都非常的 犹豫 担忧 为什么 他前面落下的印象 每个人投入这个传统文化单位 满怀之城 一下子遇到情况 怎么不一样 冲击太大 又没有人事实跟他交心 探讨 引导 憋 憋 憋到最后的角度 上面的人又强势压下来 那他可能不能理解就离开了 每一个团体都有挑战 但是我们很真诚的面对问题 探讨问题 但不能用道理压别人 我们用道理压人 就已经跟经教不相应了 夫子之道 中树而已 中 引以律己 树 宽以待人 真的开会 都要针对问题 把问题的根源找到 我们就能化解 其实我们在传统化的单位 应该比较容易做到 为什么 因为大家 依老而上为师 依经典为师 这个静和东西 比较容易达到 你在企业界 老板的 老板说了算 这个可能还比较不容易 你要遇到唐太宗这样的民君 遇到有修养的领导人 不然只能看情况办了 所以老而上这句 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个真的 在哪里 在每一刻 在每一天 在走过的路 都要清楚 在境界当中 我们能不能 君子物本 我的心 有没有都住在本上 而不是住在末上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 我被群世教 一段话敲醒 这个 群世教 提到了 知为人子 然后可以为人父 知为人臣 然后可以为人君 之所以 是人 你知道怎么侍奉人 这之所以 是人 你才能够去 当领导 去带人 这三句 读完 我加了一句 知为人学生 然后才可以为人老师 我当时真是 后背发凉 因为从自己的姻缘 在台湾 教了两年多的书 刚好姻缘 到了海口 跟大众交流 每一个人 都成我老师了 其实我也才 三十足岁而已 教学经验也不是很多 完了就住在这个 住相 住在老师相 都没想过 好好的去 侍奉 老上 要看住相 多少宝贵 清净 侍奉的机会 错过了 那自己没有物本 那自己没有物本了 看看地址规上的京剧 有没有落实在跟人的相处当中 人不嫌 物是脚 犯爱重 犯爱重落实在哪 我举了好多例子 物产 物交瓶 那个让人多伤心 物厌固 物喜心 喜心厌旧 人不嫌 物是脚 我们今天打电话 有没有考虑到对方 他现在会不会在吃饭呢 会不会在忙呢 会不会已经休息了 总不能发生一次 打过去 你睡了 不好意思 下次还这样 嫩嫩的不妥了 言回不饿过 这个我们得下这个功夫才行 不然我们就应寻了 应寻苟且 包含你今天访友 你坐车 你坐飞机 让人家来街 晚上十二点 晚上两点 妥当吗 你什么时候 在教你的小孩 就在你做的每件事当中 就在你做的每件事当中 好 那今天一开始 跟大家探讨 佛法 佛法中十指 十指就是放下执着 分别 不然我们学的时间越长 分别执着 越重 这不是开玩笑的 学如溺水行舟 不进 则退 假如今天 我们的亲戚 朋友 对于我们 学佛学 传统文化 他没有回馈 给我们说 你变了 你真的进步很多 我们都很欢喜 跟你相处 假如从来没有亲戚朋友 这么跟我们讲 我们学的状态 很可能就是 越学越执着 只要我们不是 越学越执着 我们只要 一教奉行一句 我们亲戚朋友 就会觉得我们变了 一句就好了 不用多 因为一句 做彻底的 我们的心变了 心变了 行为就变了 亲戚朋友 跟我们是最清静的 他不可能没有感觉 所以这一次大专营 我跟这些年轻人 我说大家这七天 好好学 这个法师派一个功课 给你们 什么功课呢 你们回去 家里的人说 你变了 这样你作业就完成了 当然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七天的课 年轻人 一天一个样 体会到 体会到什么 还没有出社会以前的孩子 都不会算太难教 所以 这个社会是染缸 那个威力之强 真的 绝对不能侥幸 你要让孩子 到这个社会的大满缸以前 他的德性根基 一定要扎老 不然 顶不了 印光祖师 在那个年代 就洞察到了 他老人家 都能观察到 连到学校去 就染污言重了 在家里面 哪些因果的经文 观念就要扎下去了 再到体制内的学校去 我们今天为什么人生那么累 就是我们在爱自己 跟爱别人当中 我们防围杜鉴的能力智慧不足 我们都落得要收拾 用残局好像有点太强烈 收拾 要收尾 这个 我们 徐老师 有问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再来探讨 这个 我感觉 我的生意不是很好 终于有一个人提问 害我差点眼泪流下来 那当然 还是要先把境界搞清楚 大家什么问题都没有提 有两种情况 一种全部融会贯通 啥问题没有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没有习惯 问问题 你看我们刚刚说 我们今天教人 我们教地址归 我们自己的落实地址归 心有疑 谁杂技 救人问 求确议 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没有 我们没养成 你说要让自己的学生 孩子做到这个 我觉得不容易 他心里不服气的 你要带动他 你那种态度就感动他 论语当中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我听的过程 我有不了解 我写下来 我这个习惯 是去参加诗之班 补习班的时候 考诗之班 四个多月以后 十几科考试 我根本没有时间复习 所以只要 这一堂课的内容 我要全部吸收 假如没有吸收 我就跑去追那个老师 结果老师跑得比我还快 为什么 补习班老师 有时候一天 台北台中高雄 跑得比我还快 追不上他怎么办 想到老上教我们的 灵味成功找方法 看看哪个同学 这一门科学的最好 请教他 方法总比困难多 不一般 是这个状态的 四个多月 慢慢养成这个习惯 后来有机会 进摄影棚 听老上讲 经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又不了解的 当然不能马上问了 老上讲两个小时 那个七号的那么厉害 不能马上又问问题 不能执着 一执着 很急的 又要问问题了 到时候被 护法 敲脑袋 你不让师父休息一下 这个一直成病 所以护法很重要 不然那个讲课讲完的 那个听的人一问 讲课的人又不好意思 让他不问 那 这个 习惯蛮重要的 招闻到 细时可以 所以不要把疑问 放在心里 假如那一天 刚好我们无常来了 怎么办 你心中还有疑 好 好 那 这个 我们 对于我们所接触的一切境界 我们警觉性不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接触 就产生 心态的执着 自己没有看到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听经 假如不会听 听一句 作一句 是存在的 所以老师上为什么要 特别提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这个就是对峙 我们学佛 学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点 像刚刚 跟大家提到 论语这个句子 知之为知之 这个就是让我们 学习的过程 不能不懂 装懂 有个年轻人 参加 课程 一个月 刚好英国汉学院 报考学员 要参加一个月的课程 那这里也 跟大家分享个心得 线上跟线下 效果差太多了 所以尽量线下 线上要跟学生交心 不是太容易 线下 见面三分强 然后你又有一句话 一个笑容 入了他的心 他明天 什么心理事都告诉你 真的 到了第三天 第五天 家里什么 痛苦的事 私底下问我 不是一个啊 你是上了一个月的课 也没人找我 谈什么内心话 这个线上线下的效果 差别太大了 所以再怎么难呢 从此刻之后 尽量办线下 这种只要是培训年轻人 要办线下 那这个上一个月的年轻人 我说这一个月 你听课听得怎么样 他说一半懂一半不懂 我说那一半不懂 你怎么都没提出来 没有这个习惯 而且年轻人 你不要真的当他懂 你要问问他 你懂了 你的体会是什么 讲出来 体会的偏调都有啊 我听跟年轻人聊聊聊聊 那你现在说的是不是老话上那一句 我说不是啊 他会体会错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体悟了 也得跟我们信任的老师啊 汇报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体悟有没有偏调 那我们也有遇到同修啊 他说 我呢 我不问老儿上 我就呢 老儿上啊 讲经的时候啊 我在心里想 老儿上啊 你就今天呢 就讲我的问题吧 上完课了 你看老儿上都讲我的问题 问题是你的领悟 对不对啊 你要汇报一下 再来 心有仪随他记啊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不然搞得每一个人都不问题 老师有他心痛 我用心念告诉他 他就回答我的问题了 这个越学越迷信 你看你这种方式啊 没学佛的一听 你们这些人啊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不坏世间法 我感觉啊 我们人啊 平常很理智啊 一遇到佛法 这些领域啊 自费无功啊 变呆呆的 连个判断力都没有了 结果犯的做事的问题 低级抽 然后人家社会团体一看 你们怎么会犯这种错啊 哇 你们那个地都还没披下来 你们就在上面盖房子啦 佛不是安排 自己不操心 你连做事的程序都没有啦 会闹出大笑话来啊 所以我感觉啊 这个儒家做人做事 这些道理标准啊 不能不学啊 不能做出来 真的让人家啼笑皆非啊 这个我有惨痛的经验 当初 这个都是十八年前的 在卢江 哇 你看 几百人呢 我负责上课的 结果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听课的 私底下说 都说啊 蔡老师 什么都知道 都不给我讲 什么事啊 后来 出情况了 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讲 他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呢 他说我前天 前几天发生的事啊 你一讲课就讲到了啊 我们都觉得你什么都知道啊 我说拜托一下 讲课不就是 劝勉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语 那什么讲不到啊 所以这个不能搞迷信啊 知之为知之 不吃为不吃啊 这个都要做确认了 你有疑要提出来啊 不然 看都没有人问啊 想问的人说 人家都明白 只有我不明白 事实上大家都在那 不明白啊 所以论语里面 所以论语里面 孔子有一句话 很有味道啊 回也非助我则也啊 于无言 无所不悦 孔子说 盈回啊 没有帮助我教学啊 当然啊 他这个是 从另一个角度啊 就一般的人不可能 听了全吸收 那听了全吸收 我看也只有盈回一个人啊 当然他表的法就是 跟老师心心相应啊 那个加设尊者 脸花微笑 也只有他一个人笑啊 是吧 那个法门传给他了 其他的人还是叫下啊 什么人不提问题啊 老和尚讲的 通通欢欢喜喜领纳 无所不悦了 不用提问题了 假如有疑了 那要提啊 提了 那我们教学的人才知道 哦 原来我这个表达 他没有理解 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 这个 年轻人听我讲课啊 听不懂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了 我讲太多啊 心性的东西了 他们一下子领悟不到了 我们要了解啊 现在的孩子 可不是古代从大家庭 磨练出来的孩子 大家庭里面 孩子从小 就很会体会观察事物了 他要照顾父母 这些人情事理啊 他都要懂得体察了 我们的孩子 但是假如从小小家庭了 然后上课都是知识 技能 考试这样灌输了 你说他的领悟能力要多高 这不大可能 所以变成 我们也得观察一下 现在年轻人的领悟 诸位忍者啊 你们听我讲课啊 你们有不懂的 可以提出来啊 不然我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 跟大众在这个庭院里面 有一个同修站起来 这个陈德法师讲课啊 我只能听懂百分之三十percent 我说哇 这么惨啊 讲得太深啊 好 所以大家假如 有不了解的 可以反馈回来 诚德可能下一堂课 甚至于我们每一堂课 留个五分钟 十分钟 这一堂课 有没有我们要再探讨的 要提出来的 这个可能会比较好 是吧 不然可能下一堂课 哎呀 算了算了 就 就 就又 过去了 好 我刚刚说 举几个例子 我们遇到一个老人家 医生给他把脉 老人家 你会头晕头痛吧 他说会啊 我一直都这样啊 你睡觉够不够啊 你都几点起来啊 他说我都三点起来啊 你为什么不多睡一点呢 老和尚说啊 要赶快去及的世界啊 哇 你看老和尚这句话 他一听什么 变执着点了 赶快去啊 他忽略了 睡眠要够 他长期睡眠不足 血压一高啊 出了点什么情况啊 他更不能去了 赶快去是你积极 放下时间 精进 但是不能 睡眠不足啊 老和尚说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在念啊 当然这一句 懒惰的人一听 对啊 老和尚说了 念累了就休息 一休息两个小时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师父领进门 修行还得我们 不自欺的面对自己 有些人不是自欺啊 用力过猛啊 那个是什么 性格 他忽略了感性格 本来做什么事啊 就太过了 太猛了 他没有调柔 所以那个精进就变成他 那个习气在增长 修行不简单 现在邻居老居是说 以调服习气为精进 所以修行人 太紧的人要松 太松的人要紧 都要对峙啊 也该包含五根 信进念定会 信静念定会 他要保持平衡的 有些人性根太强了 没有智慧判断 就有点迷信了 会根太强了 有时候信根提不起来 他很理智在判断了 但他可能 佛菩萨加持 他都很难相信 有些这个很精进 但是有点上火了 这个精进跟定也要平衡 信静念定会 这里面都要平衡 你不能哪些地方用得太过了 所有这些正确的道理 你是圆融的受持 不是受持一个偏一边去 布施冲啊 你家里人都跳起来 然后对家里人说 不要除去啊 老和尚说的 舍一得万报 投资在佛门最稳当的 你家里的人 对这些理由 没有了解那么深 然后你都不除去了 搞得他们 心都很不安 那个都没有中数之道了 你要体恤他们的心情 这叫真正修行的功夫 功夫在哪 放下我之 乐学都是我对 别人错了 都不能体恤别人了 这个实质上是在退步 经据是越懂越多 心是在退步了 那比方 大学告诉我们 身有所好要不得其正 我们对佛法也会产生 我爱死的无量受惊了 请问大家 这样的状态会不会偏 老和尚一开始 叫大家学地址规的时候 没人报名 2005年 2005年3月份 澳洲金钟学院 佛学讲座 没有人报名 老和尚亲自写了 地址规很重要 后面写 他老人家顶礼啊 哇 地址们 对老和尚恭敬啊 老和尚说顶礼 不敢不去了 不然你看 学了大成了 让他扎根不肯了 这不是出现执着点吗 你听老上的话是 他老人家完整教你怎么修 你不折不扣就做了 你不是我只要无量受惊 不要三根了 所以我也听过 有干部来跟我说了 我们这个金钟学会里面出现 学无量受惊的 不学地址规 学地址规的 不学无量受惊 怎么办呢 那这些问题出在哪 假如我们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 这个现象也不能化解啊 我的思考 仅供参考 首先学无量受惊的人 是先学佛的 那个学地址规啊 可能是后面来的 他可能带着孩子 来学地址规来 那你是金钟学会 你当然很希望他们学佛了 但重点 假如你那个态度是要求他们 他们当然不是很舒服的 应该是什么 你学无量受惊 你把无量受惊做出来 让他们看到你 深其 深其 尊重 仰慕 哎呦 学无量受惊的人 都这么 都这么 替人想 这么柔软 你们来进中学会了 就要学无量受惊 你不变成要求了吗 那这个学无量受惊人 他无形当中产生 我比较高 那他就瞧不起地址规了 地址规是老儿上教学的 我们不能顺着自己的感受 你要顺着老师的教导 我们太容易自己在那里分别了 所以为什么老儿上要讲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有些人抱着无量受惊 就告诉人家 不读无量受惊 你不能往生 吓了好多老人 那个老人 几十年就是读阿弥陀经的 他就硬要叫人家学无量受惊 你看 一指成病 为什么老儿上要说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对的也是错的 老儿上这句法语 那真是对字根本问题了 我们一产生这个对 我们的分别执着 可能就顺着这个念头 再加深了 那地址规的 为什么不学无量受惊呢 因为看了我们学无量受惊的 都学成这个样子 他当然不欢喜 我们总要把这些音找出来 才行 我们学传统文化 一听老儿上说的 小学 学做人 圣学跟着跟 一听 六年级之内 一定要把圣学跟着跟 全部学完 然后开始赶进度了 都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心 那已经把教育的根本 知其心 心才是根本 诸位老师 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大家回忆回忆吧 当老师在感进度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吸收如何 当老师为了要应付教育局 做出一些东西出来给他们看的时候 我们的心又是如何 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人生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我们不能让这些现象 在我们学生的心中 又产生 副作用 我们应该是随时能感觉到他学习的状态 好 我们先回答 徐老师的问题 这个类似 寿康宝剑之 浮善或淫 与悔过之因果案例 是否适用于国高中教学中 这个我们呢 以经典来做依据呢 那礼记学记告诉我们 静于未发之谓 预防法 孔子在经典当中提过 应食男女 这好像是礼记 人之大欲存烟 食色性也 我们人两个欲望 是与生带来比较强 而且呢 我们这个投胎 这个也是色欲招感来的 所以这一方面的欲望 相对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这个在讲要 六百八十七页 那当然孔子这一整句话 都是 静于未发之谓 预防法 少年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射 血属阴 气属阳 人的身体 六百八十八页 必须阴血 阳气流行 使能维持生存 少年身体内的血气 尚未充实 要戒的是 色情之欲 因为色欲 最损血气 不戒 则身体发育不全 这个影响一生 身体是本钱 对于他的学业 事业 家业 道业 是最重要的基础 发育不全 往往夭折 顾虚戒舍 所以古代 你看古人考虑的很做到 古时男子三时而娶 女子二时而降 就等到他身体都发育得比较好 再结婚 不然 这个怕会发育不全 这古人的考虑呢 都还是比较深远 那当然我们在跟孩子 谈的时候 这个类似受光宝剑 像太上感恩篇 汇篇 有一句 见他色美 起心失之 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建制 你不要去接触 这些会赤字自己的 静缘 这个都是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那当然现在的人 首先你要跟他分析厉害 厉害比较听得懂 你不能现在一开始就 跟他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不见得也有感觉 那有礼有事 这个事项 可以举古经中外 你不能只有举古代的 现代发生的一些 社会的事件 都可以跟他们连接提出来 他印象就很深刻了 这个叫当其可之为实 社会刚好发生这个事件 那首先呢 这个 迎尽杀 为什么说万恶迎为首 百善孝为先 迎尽杀呢 首先杀谁呢 杀自己 杀了自己的身体 印光祖师说到了 世人十分之中 四分由色欲而死 就百分之四死都因为色欲死的 四分 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 因贪色欲亏损 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 因为罪伤身体 你受益不控制 五欲 这个五脏 皆损 所以现在人慢性病很快就出来了 跟这个有没有关 印竹分析 这个是慈悲 你看印竹出家人 他多体恤在家人的情况 这个生孩子 讲得那么清楚 希望女子生产平安 包含这个家庭里面不重视这种 节欲的话 很麻烦 身体坏掉了 我们之前 学天下太平之根本 你看印竹连 你要嫁女儿 你都要掌握哪些原则 不然你女儿嫁完之后怪你 考虑得很细致啊 我们从这些地方要体会到印竹的慈悲 所以其本乎命而死者 就是 没有短命 没有耗损身体啊 这个不健康过活的 十个里面只有一两个而已啊 好 那这个慧编也说了 凡人 这个金竹啊 则神生 你看这个盛气就足了 思虑敏捷 众欲的人啊 激励就衰退了 想什么事啊 都很不灵活 金神竹则自虑生 聪明强固 做什么事啊 不会做不成 可是若少年浊上 阴气消失啊 一生事业去 那当然我们跟学生讲的时候 不是讲事业的 学业 彭心博士讲的其中一个例子 本来是好像是什么足球队队长 后来中欲了 哇 那身体就 一落千丈 成绩也一落千丈 所以这个中欲了 对智力脑力有影响 而且啊 会延伸 阳气一摔啊 人心情不好 会有自闭 抑郁 会有心理疾病呢 这个都有 关系哦 你看伤自己 这个包含呢 会害自己的 后代 建设而起 淫心者 抱在其女 会编当中也提到 淫人侍女者 得子女淫义抱 这个都没有离开英国 而且进一步 这个中欲了 那可能延伸到 堕胎的问题 哇 那堕胎是地狱夜暴啊 那他把自己一生的福报 就折了一大半了 那当然可以看一些 现代的数据 芬兰研究 堕胎妇女 一年内死亡率 为怀孕生产者的三倍 而且堕胎之后啊 妇女容易抑郁 精神分裂 深重负罪感 失眠噩梦 自杀率为一般妇女的九倍 这个从科学研究的 那这个当然 汇编的故事也很多 陈德在跟大众分享这个 朱子之下格言 讲到这个 建设而起迎新 有专门一堂课 将这个汇编的一些重点 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 供大家做参考 因为这个对青少年来讲 现在这刻不容缓 有善根的孩子 你一提醒 他就懂得自爱 那我们看 古人 骄子 五刀 五剑 就是洗五万 当然也可以学太极拳 八段经 这些学文 学这些经典 朝夕戏游烟 所以涵养德性 尽其非心也 他这个文武兼修 涵养自己的德性 不要提这些邪念 常常这个山水之间 运动 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性 这个常代孩子 接触自然还是很好 我们有 听说 这个一接触传统文化 就执着了 觉得就是听课念佛读经 才对 出去山水之间 叫不务正业 结果一学了 都不跟家里的人 出去山水之间走 全家人很烦恼 你的孩子还这么小 你都不跟他去爬爬山 看看水 所以有一个孩子 看他妈妈一学了之后 都不跟他出去了 也不陪他玩了 结果上课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闹了 小孩还小 他表达他的情感 结果 有一天这个妈妈开窍了 就说 先不听课了 陪陪他吧 当他 关掉 他的孩子 瞪着他看 很惊讶 妈你不停课了 哇 真是阿弥陀佛 我不知道伤了多少 小孩的心 我真是罪过罪过 大家要蹲伦兴奋 不能学出执着 哇 那个孩子 一清之后流泪了 所以你看古人这种教孩子 他文武兼修 然后调养他的性情 所以他的气质清明 得业成就 福寿绵长 精之人则不难 所以福德不及 古者古人原意 我们自己看看 我们下一代的身体 比我们还差 我现在看这个二十岁上下的 真是担心 脸上都没血色 通通通被魔王控制了 手机 这些电子产品 好 我们看具体做法 建议 这个青少年 圣饮食 当然这个也要父母老师懂 尤其老师懂了 可以跟家长讲 家长要懂才能护念 不吃刺激性食物 如五 荤菜 这个含有基数类的食物 会刺激他 第二 早起 早起顺应天地 阳气生发 文基起舞 那就是阳气要起来 但是你不要执着 三点 我们现在的身体 比不上古人 OK 不然 明天就有人开始三点 我就又 罪过 罪过 到底斟酌情况 不要 法师 你给我一个数字吧 你就 你说 我就照着做吧 看着办 我不上当了 人 都养成一个习惯了 都是学死的 不学活的 你告诉我怎么做吧 我常常 听到他说 你告诉我怎么做吧 我就会告诉他 张三丰的故事 你们听过吧 你要死记硬背 不行 要全忘了 掌握原理原则 你才是真正会用 你死背一个东西回去 完了 你执着在这个死记硬背的东西 第三 多运动 运动 帮助消耗多余的能量 防止欲望积累 当然要好的运动 不要又搞出运动伤害 第四 第四 剩电子产品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不要加重 刺激 第五 学习艺术 寄情 山水 当然会谈古情是最好 一谈 调心性 提升气质 转移心念 涵养德行 繁放不好的念头产生 大家假如还有一些 你们带青少年很有经验 都可以feedback 我们是teamwork OK 我们是团队 一起备课 一起面对教学现况 这是我们这个 法眷属的音乐 好 以上这个景宫参考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致歉 提早了半个小时 可能大家吃饭会有点紧张 那当然 感谢大家的体谅 晚餐还是早一点吃比较好 这样你睡觉好睡觉 那为什么承德要提早呢 因为我最近发现 我最重要的考题 是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我晚上上课 上得太晚了 很难入睡 我的身体已经 呈现这个状态了 我必须重视它 众生无边事愿度 我得先度我这个 身体这个 我要善待它才行 不然 这个 我可能会走上 跟诸葛亮相似的命运 诸葛亮是54岁 我今年51岁 所以这个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对境 若不是 需再重头练 我现在看清楚我这个考题 我排在第一的是 我得把我的身体养 强壮才行 不然到时候 我这个表法表不好 没有人敢学传统文化 感谢大家的体谅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